這邊是高雄市職業產業企業總工會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會場 今天要開這個摩曼勞工的一個表揚大會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趕快來請我們的新的理事長 這個我們的理事長來跟各位來期許幾句 對這些摩曼勞工有什麼期許一下 我們同學能夠接這個棒子 其實這個是一個責任的開始 現在是我這一任高雄市產業職業企業總工會的理事長 那今天是辦理理事長的就職典禮 那也是表揚我們101年度的高雄市的摩曼勞工 其實今天我剛開始就職的時候 我想是使我的責任更加重大 其實我在勞工界已經邁入31年 這個是30幾年來 其實我對勞工這方面的一個服務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所以這次這任總工會這個理事長 確實我感覺到非常彷徨 那責任也非常的重大 那我們現在請理事長我們談談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理事長他有一段非常成功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他從一個基層勞工 慢慢爬升到現在是一個教授級的人物 那像這些過程是不是來稍微帶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再談一下 讓我們勞工可以做一個楷模來學習的對象 好謝謝 那其實我是國小畢業 13歲國小畢業就出來社會 那麼歷經了邪徒 那一直到了 邪子到了18歲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說 國小畢業想要在這個社會上 能夠要做事成功還是各方面呢 我想都還不足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說我應該要繼續在進修 那剛好我那個時候已經寫了一手好的技術工夫 水電這方面的工夫 所以剛好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創業 所以我18歲創業也是18歲才開始 從初中業監部高中業監部專科大學還有研究所一直到博士 那創業到現在從民國58年12月5號創業到現在呢 已經邁入第43年 那換句話說呢這創業的43年當中 我也剛好是進修的43年 那我一直到去年的7月2號呢 我終於拿到博士的學位 就是管理學位的博士學位 那在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之前呢 我是在已經有在學校兼課 我加入都是管理課程 那特別是在空中大學 因為我們有一群廣大的勞工呢 因為我的受到我的影響 我一直鼓勵他們呢 先有一個勞工領袖 勞工理事長應該要 大家自我提升呢 繼續在進修 所以呢現在高雄市的各基層工會 大概有將近40個都是我的學生 40個理事長都是我的學生 所以我想我要勉勵我們所有勞工朋友們呢 應該站在說你自己本身工會都一直強調是一個弱勢者 我們需要把弱勢者呢成為是一個歷史 不要讓人家認為勞工是一個弱勢的一群 所以我呼籲呢 前提我們勞工的領袖們 應該有機會的話呢 就繼續進修 我相信呢 我們勞工一定有一天一定會出頭天 而且也會提升我們的肅養跟肅子 但是有一個門檻就是說 一般我們的勞工都會覺得說 唸書很難很困難 會不會唸一下就被當掉 有什麼可以提供一些客服的方向 就讓他們有信心去唸 其實我要呼籲勞工領袖們 特別是不要這種觀念 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 假設說你以前只有國中畢業的話 現在高雄的私立空中大學呢 他有一個是進修學分的 假設初中畢業的話你要讀大學 你可以修那個168學分 假設你是高中畢業想讀大學的話 就128學分就夠了 那我想我都有在輔導我們勞工朋友呢 特別有接任這個理事長之後 我要強調工會跟大學產學合作 所以我會鼓勵他們去進修高中 或者是進修大學 甚至到研究所到博士 我想我的目標呢 跟我以後的工作計畫呢 會從重點這方面的一個重點計畫來執行 聽完理事長這個講解 我想他對我們的勞工應該有很大的啟發 那我覺得說我們每天都要學習東西嘛 那如果能夠透過這正統的方式來學習 我們可以學拿到文憑 那自己又更有信心 然後可以服務更多的我們的基層勞工 所以說這個是理事長一個成功經驗 我希望勞工朋友來跟他學習 好 謝謝理事長 好 謝謝 謝謝